武林表演艺术者 以光臨舞蹈新马戏 来搭配声光舞蹈影像的元素 在圆满湖外剧场精彩演出片段 而这一出名回岛屿之光 是导演刘乐群为台中打造的跨年限定剧作 要一起同情 圆满湖外剧场再次回归台中 我特别邀请我身旁这位宋坤传艺的团队的朋友们 也宋建坤团长们来一起来参加这个演出 他代表了来自台湾的这块土地的一个力量 台中市政府编列了大概1600多万的预算 将坐以席全面的态换更新 那也提升了舞台的像是灯光 还有就是一些舞台的设备 那在今年底然后台中市政府文化局 就非常赶紧的想要邀请武林剧场 来在这个我们整修完的第一场 然后带给市民朋友 岛屿之光是以展现城市意象及整文特色 为创作主题 整场的表演围照着土地与人 表演中更加注了宋坤传艺的传统艺政 时政官将手及金战的古艺 而世界六兵冠军陈亦凡也独家献身 以高超的六兵技法融入剧中可看性十足 这样的一个演出可以带给台中的朋友们呢 一个美好 一个精彩 一个快乐的2024年 观将手它就是有趋吉避凶的效果 那我们在2023即将结束的这个时刻 要迎向新的一年的时候 希望把我们身上还有现场观众 祈福让把福气带给每一位现场观众 以及台湾的朋友们 戏中也串联起多元且共荣的文化 表达如处处可见 敬天泄土的信仰跟民俗 见证的岛屿民族性 最后都相种其中 成为了最有祝福能量的荣教庆典 也让观者可以在舞台中 感受到台湾土地丰沛的生命力 跟多元共种的艺术底蕴 看见来自岛屿的最美那一道光 迎向崭新的2024年 这里的话台中采访到